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首先我告诉你 你说比方说去运动员去比赛 得到了一个奖牌了 奥运奖牌了 得到它是一种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多少痛苦换来的 你是不是得到它之后会流眼泪 是不是痛苦啊 对不对啊 到了几年之后 人家都理都不理你了 这个奖章都没什么用了 对不对啊 没了 失去了 哎呀 失去了当年的光环了 是不是痛苦啊 是啊 好了 这个问题先回答你 第二个你的问题就是 你不得到它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我今天不去得到一种贪欲的东西 不去得到一种贪欲的东西 因为实际上它指的不是人间的物质的东西 得到和拥有 你是指你的心 心态 你比方说我今天不去要它 对不对啊 实际上我的心就舒服了 我就放下来了 我是不是心中就拥有了一种快乐 哦 那还是真的永远得到的 对了 因为你比方说 我 我 我 你们年轻人吧 我就只能举那个年轻人感情的例子了 对不对啊 你得到了它之后 你跟它一起生活 你以后吵架 再离婚 你说这种小青年在一起 婚姻感情是不是很痛苦 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讲 你不去得到它 你不是拥有它的吗 为什么 它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嗯 你是不是很幸福啊 对不对啊 你你在心中你拥有它 和你非要去跟它生活嫁给它 而娶它 是两种概念啊 小丫头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对不对啊 人家家里养个小狗 哎呦 好玩的嘞 哎呦 跑过来你抱抱它 人家牵走了 你说说看 你这种没有拥有它 你就不会帮它去除身上的臭啊 拉屎拉尿 帮它洗啊 抓那个柿子啊 哎呀 给它喂 喂这种奶啊 一会儿嘛 它又拉死了 拉尿了 你说说看 你偶然的你留在你的心中 哎呦 这个小狗真好玩 你是不是心中觉得得到它 不得到它 是不是感觉到更发喜一点啊 嗯 就是心里的那种感受 它是指的心里 不是讲的物质 哦 明白了 感恩师傅 所以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从物质上来解决的 说哎呀 没有得到它 怎么就是得到它了呢 对不对啊 你没有买个冰箱 你怎么就要买冰箱了呢 你没有买个冰箱 你家里东西还是放在冰箱外面 明白 感恩师傅 是种心里的得到 明白了吧 好了 明白了 ada 明白了有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